好,來,大家好,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然後那個 巴拉尼,開箱又要來了 停這麼久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 我們一直在演出,演的沒完 說實話就是教主很怠惰的意思 其實中間呢,他又進了不知道多少樂器 對,所以我們趕快要來消化一下副存 今天要介紹什麼勒? 要介紹的是,等我一下 好好好 對,先介紹 茶詢味 換包裝 對,換包裝,而且他加了四季清茶 對不對,他是加了包種還是四季清 他說的應該是 煎茶跟貝茶 春茶添加 對,加了春茶 春天的茶葉 所以 口味有稍微比較清淡一點,還蠻好喝的 可是最近你都不太喝茶詢味了 誰說的,你看喔 你看到沒有 我覺得很傷心 難過耶 不要傷心就難過了 我只是比較國外一點 就是什麼茶,什麼茶都喝嘛 茶詢味我們當然偶爾會幫他打個網告 但是其實 他也沒有很有誠意 沒有給我們什麼 那其實那個什麼 預插圓 什麼 圓插 其實也都蠻好喝的 實說真的 有看到這影片的那些廠商 記得 給我們一百萬 不是,記得看一下底下的聯絡方式 我們隨時登陣 好 來吧 今天要介紹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介紹一把蠻有歷史的樂器 那這個樂器其實有一陣子蠻流行的 很多著名的演奏家都吹過樂器 是CELMA CELMA這家公司出的一個叫做CENTER TALK 就是呢 中央聲音 這樣換可以嗎 CENTER應該可以像集中 對啊 聲音很集中的音色 集中的音色 但這個樂器其實在50年代非常非常紅 那像最有名的職業爵士樂手Benny Goodman 他一開始就是用 Benny好人他用的就是這個樂器 那當時在CELMA的這個銷售廣告上 你就會看到大大的那個 Benny Goodman的那個照片在中間 拿著這個 這把非常非常好吹的這個樂器 好 那今天這個樂器呢 之所以要介紹就是 呃 機緣巧合啦 大概在 大概在今年 欸是今年還是去年 我已經搞不清楚狀況 應該是今年 有一個 太多樂器了 真的 來之前應該要稍微準備一下 對啊 不過Mindy反正我們想到什麼就講什麼 就是 反正就是今年在 在拍賣 也不算拍賣網站 在社群網站上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 當網演眾家 叫做Tom Pulaski Pulaski他是美國陸軍樂隊 退休下來的一個 呃 職業員就這樣啦 還是職業員 他的官階是什麼 我不知道 可能是官階之類的 哈哈哈哈 那種是官階退下來的都怪怪的 不知道 好 好來吧 我認識好 我也順便講一下 這個 這個Tom啊 Tom先生 他其實很長年 吹的 至少最近這幾年 我看他吹的都是YAMAHA的樂器 他算是YAMAHA代言人 然後 他如果自己錄了一些影片 上傳到社群網站的話 他常常都 他都會把那個YAMAHA的技師一起take進去 嗯 好 那所以 像他 呃 他的降E調 使用的是 YAMAHA的 呃 他是CSG嗎 好像是CSG 沒錯嗎 又好像不是 好 那所以 所以呢 呃 我只記得他的Base是622 好 他錄很多影片 對 就通通都是拿YAMAHA的樂器出來 包含他的降E調 他降E調好像是681 還是681 也不太確定 好 那他不是也在賣降E調嗎 他之前在 他除了這個之外 還賣什麼 他賣好多東西 對其實 為什麼他會把這把樂器釋出來 原因其實也在這裡 就是 他最近好像換代理 就是呢 他換了這個 另外一家 目前國內也有人代理的樂器 叫做 Royal Global 他換了 是喔 對 也就是 講他的 講他們的老闆高原 可能更多人知道 反正他就換了高原 跟我們國內那個 代理人長得也蠻像的 有一點點像 也蠻像的 戴眼鏡臉方方的 都姓莊 對 假的假的 太明顯了 好 不知道為什麼他最近換了樂器 也就是說 他把他的Base也換掉了 但他Base還沒有拿出來拍賣 可是Royal Global沒有出Base 他為什麼要把Base賣掉 有 他有出Base喔 我真的還不知道耶 你真的狀況落後 你真的狀況落後 啊我的天啊 說到這個 說到狀況落後 你們定團服了沒 趕快定 抱歉我今天穿的是模底的 因為我媽不讓我在穿 因為她拿去洗 太臭了 我也是一件白色的團服 只是已經都穿成黃色的了 你知道我真的很想殺他 為什麼今天沒有穿團服 抱歉 抱歉 那是收藏的吧 我也不覺得他就算有這個 他也會常常摧 我跟你講 他其實收藏了Selmer的樂器 大概有幾把 就是他有Selmer的金屬蛋黃管 對 那個樂器非常好 因為他有用那個樂器 錄一些 錄一些影片上傳 你可以知道那樂器真的非常好 然後呢 他當初在社群網上 把這把樂器貼出來的時候 社群網站 不是社群網站 社群 那他當初把這個樂器貼出來要賣的時候 他就說 其實我年輕也大 Sentertone我也有好幾把 包括完整被模式的版本 對 那所以他覺得他不需要留那麼多樂器 所以他想把樂器清一清 那我覺得也因為他換代言的關係 他接下來應該會把那些Maha的樂器 拍賣出來 那就請大家 密切關心 多關注一下 因為這種名人 名人吹過的樂器 其實應該都非常好 對 好 那所以呢 他貼出來以後我就看到 哇 這個是傳說中的名氣 那 那 那 不禁標一下不行 等一下那全被模式出的話 你會再標嗎 全被模式 老實說 因為我家已經有了 我覺得不需要為了這個Sentertone 再去買一把 可是Sentertone的全被模式 搞不好就是COV之前給他的 我覺得 那就不知道 欸 年代蠻接近 他蠻接近COV的學生的年代 然後一個在波士頓 然後陸戰隊應該在華盛頓 應該在華盛頓 應該在華盛頓附近 對 那是有沒有可能啊 不知道 反正他們那個圈子 他們應該都很熟 我就這麼覺得 好 那 反正再看看 因為 他最近陸續在賣 因為我看他已經有把他的養下約期 其中一把 好像是降溢掉吧 然後突然賣了 對 那我看到了以後 我就很快發訊息給他 就說 欸我想要買這個日期 但是 呃 就是一個 一個住在美國的那個 老先生 突然看到一個台灣的小貨子 我相對於他算小貨子 你差不多大吧 都60出頭 然後 不知道 我70幾了 那他是小貨子 他很小貨子 反正你就看到 一個莫名其妙的國度人 跑進來 然後 發訊息來跟你說他買月期 應該會怕 正常來說會怕 對 所以呢我發訊息給他說 欸我要買這個月期 你這月期賣出去了嗎 我就發這樣訊息給他 以後呢 呃 他隔了兩三天都沒有會 然後呢 是以途不回嗎 嗯 是類似以途不回的狀態 就對了 然後就是 大概過了 我印象中 大概是過了快一個禮拜左右吧 他突然回信給我了 他就說 呃 如果你還要這個月期的話 那我可以賣給你 家庭是一樣的 沒有改變 然後我就說 當然我也要不要 然後呢 我就跟他 我們開始就在談說 呃 怎麼付款啦 然後怎麼交貨啦 然後 然後 反正一些小小的細節 然後順便 欸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哪些細節 他要你提供什麼 沒有 他 三圍 他可能有跟我要過三圍 但是我印象 但是我印象 那你要 你是不懂 他如果跟你問 你要等一個禮拜再回他 還是說我要至少 你要等一個禮拜 還是我要至少寄一個 穿個筆記你的照片給他什麼 對阿 你猜呢 你問他 你用一個問題回答他的問題 你這邊你就要很到家 欸 你三圍說 你說呢 你覺得 你看看這個 畢竟我們還是太嫩了 對嘛 有些東西還是你要跟我學一下 不好意思 講幹話我認輸你 我認輸 真的我認輸 好 好 我覺得你昨天寫那個蠻好笑的 是不是 吃火龍果 然後太 火龍果吃太多 我就有大姨媽來了 你怎麼沒有發在狀態上 你發在星座裡幹嘛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我每天都在接受這樣的訓練 所以弄什麼 機智問答啦 什麼 這種我很會 不好意思 每天都受這樣的每隔的訓練 你家的是水瓶座的 對啊 那個每天都在等 每天都在等 外星人到來的那種星座 哈哈哈哈 好 來我們暫停一下 我們特別來賓來了 我們請他入鏡一下 他不要 他不要 不要嗎 發個聲音好嗎 嗨 好啦好 大家知道是誰了嗎 打掃了一個阿姨 對好 我會不定期回來 喔等一下 對不起我再插個嘴 我要跟黃教育講一下 黃教育我把他 他上次來這邊上課 他看到這兩個燕子 他以為是蟑螂 他以為牆壁上有蟑螂 他就土黑了嗎 那他就叫 啊那是蟑螂嗎 那不是蟑螂 那不是蟑螂 那不是蟑螂嗎 是嗎 燕子吧 麻雀吧 我覺得是蟑螂 反正不是蟑螂 對 OK 總之就是這樣 那所謂的細節就是 大家如果有在做拍賣或是幹嘛的話 其實有件事很重要 那我希望博士會局的人 雖好不要看到這一段 但我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可能不看到 我們這麼紅 好啊 所以呢 就是說 你通常從國外 買樂器進來的時候呢 你那免會要進入海關嗎 對 那我們的海關大哥 他們其實對樂器的真正價格 他們其實並不是那麼清楚 所以你就要跟他講報價的時候 對 要寫得漂亮一點 那通常就是這樣 那我們就會談一些細節 那當然也是會問他說 他要用什麼快遞啦 然後某採購部長之前 帶回來那幾把樂器的故事 我們有講過嗎 好像沒講 好像真的要 他唱這回來 我們本來要錄A54的那個捷克 結果呢 他回來兩三個月我們都沒錄 他很忙啦 他很忙 他有一些 日常工作要做 好總之 這件東西跟他談好了以後 他就 他就把東西寄出來了 嗯 那我覺得這些江湖上 像柯柯有名的研究家 他們的好處就是 就是嚴肅必行 然後呢 做事非常確實 然後我們在剛剛談好這些條件以後呢 我大概一個禮拜多 我就收到這個樂器了 這在拍賣裡面算是非常快 而且尤其是在現在這個疫情的狀況下 那個什麼 什麼貨運啦 然後這個 這個報關什麼的 其實都很麻煩 但沒有很快就寄來了 對 那我跟他 那他很嫌吧 也可能 你看他人家都退休了 對 好那所以我很快就收到樂器 那收到這個樂器的時候 因為當初他把這個樂器的照片貼出來以後 我就很想買 原因大概是因為說 這樂器是一個 算是一個傳奇以外 那他的樂器本身的狀況看起來也非常好 因為大家如果看一下就知道 真的是 亮晶晶 金光閃閃保養得非常好 可是我想問的是他的貝爾到哪裡去啦 這就不知道 不是Bakun嗎 不是 算是 算是仿Bakun 他沒有寫牌子出來 表示就是不是Bakun 那可能是高原 也不知道 高原早期也是做這個樣子 對 而且很妙的是 Bakun的貝爾的話非常的輕 嗯 你就進來了嘛 對不對 就一起聊一聊了嘛 這什麼 這算是一把單黃管 哇 因為不是雙黃管 不是 不是 單黃管 不是 也不是 你最近還學到的新樂器叫做什麼 單黃管嗎 不是 不是 匈牙利民族 匈牙利民族樂器叫做什麼 我忘了耶 好 剃開頭 那個叫塔羅卡頭 你有聽過嗎 那是什麼 TOTORO 龍貓 並不是 阿里嘎總是謝謝 對 所以龍貓跟你說謝謝就是塔羅卡頭 對 沒錯 好 好 反正 當初看到這照片 就覺得這個樂器很漂亮 那當然要買 而且他賣的算非常便宜 那以這種 有歷史價值 然後 又很漂亮的東西 當然一定要買 那最後我就收來了 你不進來的話 你穿服 借我穿 你穿我 你穿不下 你穿不下 我一定穿得下 一定穿不下 一定穿不下 好 那 反正你看機會 你再打我們的話 OK 2L應該我穿得下吧 你那一件 你是說XL嗎 我們家全部都訂閱XL 我跟你說 真的真的真的 你兒子穿那個 真的下身失蹤 欸 好笑的就是沒有失蹤 他已經快要 他長得真的很快 就是 估計再一年可能就超過我 身高 那你要怎麼辦 這麼管住他 對 我漸漸開始有點擔心 打架可能打不贏他 好 回到這裡 那我收到這樂器我就很開心 因為這樂器真的跟他照片上看到的樣子差不多 狀況算蠻好的 然後 怎麼說我覺得蠻好吹的 不會覺得很好吹 一開始 等一下會給你試吹啦 好 那個場外的特別來賓 你可以試試看 他不能碰這個牌子的樂器 為什麼 他的貝偶是 是他原本付的嗎 他沒在聽嗎 你剛剛沒在聽嗎 是 是 就是原本的賣家 他給我的 所以原來貝偶不見了 就是這一顆 好 那等一下我們會打開這個貝偶給他看一下 好 那總之就是收到這樂器很漂亮 然後他就開始試吹 非常的好吹 然後順便講一下 他除了送了我這樂器外 我看一下 吹嘴 對 他還送了我一顆吹嘴 乍看之下很漂亮 這他 這當然 這當然不是原廠的 的case 但是這個case其實也還蠻漂亮的 唯一的缺點就是 欠了一個手提 手提把手這樣子 嗯 對 但其實這個 我不知道他哪裡訂住 這個case本身就很漂亮 對 你把case打開裡面有沒有 應該會有個 沒有沒有 我記得之前有一個 有一個廠商在訪Buffet的那個 對他其實長得跟Buffet還蠻像 基本上就是一樣 對 就是一樣 然後呢這顆就是他送給我的吹嘴 乍看之下好像蠻炫的 就是好像是水晶吹嘴的那種感覺 但其實它是塑膠啦 就是 類似像壓克力或是PC 其實軍派也有出壓克力吹嘴 對 然後呢這顆吹嘴 那我想說 反正你順便送我 我就當作賺到了 然後就拿來吹嘴看 發現這顆吹嘴我不太會吹 我沒聽過牌子 他有把那個牌子的名稱告訴我 但是記不起來 因為很難認 然後等一下你可以試吹看看 那這顆吹嘴我覺得就是有一點 早期的設計 就是它吹嘴的前緣 這樣不知道看不到 非常非常的窄 很細 就這種很細的這種吹嘴的設計 其實我不太會吹 因為 感覺起來就是你 你黃片組裝 或者是黃片本身的狀況 然後稍微差一點影響就很大 它這種感覺是很窄觀的嗎 對 它其實是很窄的設計 所以 我現在搭配這個樂器 是用很厚的很重 很重的黃片帶吹 所以你剛剛換別的吹嘴 你的吹法你大概用幾號 我通常就是大概是 3號到3號半之間 對 那所以這個吹嘴我算是用 接近3號半的黃片帶吹 還是3號半的攻張20 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我之前也講過就是 我現在幾乎都是吹合成片 那我吹的合成片 其實還不是 那個標準的Ledger 而是之前 NICK跟Ledger合作的那種黃片 你知道你吹過嗎 那我都不敢拿出來用 那是要收藏的 真的嗎 我家很多片欸 對啊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趁它要停產之前 最後一波 大概每個人都買了 你不要隨便借人家 被人家撞後來怎麼辦 我當然不會借 也不會有人跟我借合成片 你安心 那種黃片呢 它不是按號數 它是按字母來分 S 有S號 就是所謂的Soft 大概就是2號半到3號之間吧 大概有所謂的M號 M號大概就是3號到3號半之間 然後好像上去還有H 就是Hard的意思 但是我從來沒看過H 對 那我現在搭配這顆吹嘴 我是用M號吹吹吹 剛好 可是如果換別的 別的稍微快一點吹嘴 所以我可能就 我剛剛就有點完全吹不動的那種感覺 好 那有人講過我們錄這個東西很小眾 然後呢 就是 其實收看的人也不多 然後跟 特別是跟觀眾的互動也很少 所以呢 其實我覺得觀眾朋友如果呢 想要跟我們互動的話 請你們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到我們的粉專去發訊息 如果你是正妹的話 記得貼照片 對 這點很重要 有一個東西呢 你們想看老大 我們老大團長 介紹什麼樂器 你們就說 他就去買 然後 買 然後我們就開箱 我們就多錄幾集 你想要 他現在反正沒什麼事 所以你們想看到什麼樂器 說哇 我還沒有開啟 Wolf on Home 我有事 我真的有事 我就說 巴迪的小編你好 我是粉絲某某某 我下次好想看到你們的開箱影片 然後一集有介紹三把不同的控制 之類的 我們現在還缺兩把 所以 就 請老大自愛一點 對不對 請老大自愛一點 稍等兩個禮拜 應該就可以 現在疫情沒有那麼快 兩個禮拜太拼了 你叫Tom Pawlowski去幫你 幫你訂貨 幫你訂貨 不過這一點蠻好玩 因為大家都很寫 所以我認識了很多國外的聯友 我從來都不認識 有些人真的很厲害 像 也許可能有機會 我們來介紹一個叫做 Yard Yard de Lyon 這樣的人 法國人嗎 不是 美國人 美國人可以 法國人不行 一個很年輕人 法國人現在量體溫還是 還是茶屁股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為什麼 不知道 法國人量體溫還是放在屁股裡 也就是把水銀灌在一個很薄的玻璃 很易碎的薄玻璃裡面 然後放在一個充滿的微血管 吸收非常好的地方 我參考一下 這個故事其實在 在不久之前的Buddy團裡面也講過 搞什麼 這是搞什麼 這算是Buddy裡面公開的秘密嗎 理由是什麼 理由是那邊的溫度 比口腔的溫度再高一度 那你不會量口腔再加一度嗎 蛤你是白癡嗎 你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子 你一定要這樣子搞呢 這是為什麼 你覺得你看不起台灣人都好 你說你覺得台灣還是發展 他們法國人很支持我們台灣 你覺得我們是發展中的國家還是什麼 隨便你 我告訴你台灣沒有人現在量體溫是放在屁股裡面 台灣只剩下誰把量體溫放在屁股裡面 應該說沒有人 嬰兒跟狗 嬰兒跟狗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嬰兒跟狗不會講話 他們不懂得表達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樣 因為現在我看到一般量體溫的方式 大概最快的方式 就是類似那種 拿耳溫槍或是耳溫槍那種方式 耳溫槍講到這個我就更不喜歡法國人 人家英國186幾年就已經發明耳溫槍了 法國人就是不用為什麼 因為他們討厭英國人 是世仇 這個故事也在之前的巴迪團練裡面 你就愛面子 也講過了 你就愛面子嘛 你就愛面子所以你死不了耳溫 到現在2021你還是在放屁股 哪有這是什麼意思 就因為你不喜歡英國的東西 我們這一集會不會被黃標啊 所以我不流發就是這個原因 我只是要告訴大家為什麼我當初 我比較擔心的是我們會被黃標起來 不會吧 因為你不想被量肛溫而不流發 你再說說我沒有說量肛溫喔 我只是說放屁股裡面 他們也可以把百分槍放屁股 好 好了 言歸正傳 我有說什麼嗎 好 言歸正傳 我覺得回到這樂器上 我覺得這樂器有一個很大的特徵 就是早期的樂器大概都設計成這個樣子 就是除了 除了Centatone以外 那個另外一個就非常有名的牌子 不知一言的Hox 邁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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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曾經也出過樂器 你知道那個Live & Music 也有他們出自己的吹水跟Ligature 他們早期就是一條融資 我賣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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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配件也賣 然後樂器我也賣 早期都是這樣子 那個年代的樂器設計的哲學是什麼 我自己覺得就是 他們比較喜歡大管境的樂器 就是他內進就比較大 所以Centatone這把樂器的內進也是很大 呃 之前查 查數據就是 網路上資料就是 他大概都是在15.0以上的設計 那我們現在一般的法式的大管的內進設計 大概就是14.6或14.7 這是你自己量的 還是你較強小的地方來量的 因為他那天拿那個紙到處 你不要這樣人家會看 看來他是量管境專家 人家會看好不好看 不過說真的喔 你如果真的要拿量管境 其實拿卡詞並不是很好的方式 只是大家只有卡詞以外沒有別的工具 因為卡詞的東西是比較適合量長度 不太適合量內進 這題外話 那我自己量發現 這樂器的內進真的在15.0左右 就是15.0左右這個附近的數字 所以他真的是很寬的樂器 那很寬的樂器吹起來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他聲音可能會比較 比較鬆一點的那種感覺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請專業的示範 吹給大家聽以後 可能大家可以體會一下差距 因為剛好我們今天有一把就是 SELMA的老樂器跟 SELMA最新的樂器 對大家可以做個比較 那以上差不多就是這把樂器的故事了 那接下來要來 記得我們之前講過的 他的那個高音這個 六角形設計 它是六角形的設計 SELMA那個時候好像都是這樣 好像都是這樣子 那個全貝母跟那個C調的 都是降E調 降E調 都是這樣 那個降E調是全貝母 是是是全穩的 大家去看 如果去看我們之前的那個影片的話 就會發現一模一樣的設計 現在就只是一個小孔而已 你現在以前跟現在的對比 一個小孔 那你覺得六角形的有什麼差嗎? 我覺得它是 這一片可以穩定一點的 沒有我覺得 之所要做成有異形 就不是圓形 而是有一個形狀的設計 就是它的裡面的這個翻譯管 可能是有方向性的 否則它沒有必要弄成這樣 這我個人猜測 那為什麼要有方向性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可能也跟 你覺得從製造的角度來看 跟安裝方便有沒有 這也有可能 因為它可能也是一種防呆 你看我們像Buffet 或者是像現代樂器 它就是一個小鐵管 然後就直接這樣掏進去 所以它那個是一片 該敲起來的 對 所以就是為了讓作業人 組裝的作業人 就是認為說 這個就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絕對不會撞錯 所以這也有可能是這樣的原因 因為這樣看進去的方便 因為它其實洞也是這麼小 然後它也沒有鐵管的樣子 看起來也不像鐵管 應該就是直接 扛到洞裡去了 我覺得也有這種可能 就是怕作業人沒有裝確實 所以我剛才給你一個形狀 你絕對不會裝醜 沒錯 這也是這種可能 你這倒是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意見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試吹嗎 還是要大家看一下那個貝爾裡面長什麼樣子 好 你介紹貝爾 好 可以準備一下 它的貝爾裡面是長這個樣子 不知道拍不拍得到 其實跟Buffet的貝爾很像 它裡面也有一個所謂的 Voicing Guru這樣的設計 有一圈勾 的設計 但是重量比 整體的重量比Buffet的貝爾的重量輕很多 我們要不要請一下美麗的示範小姐 拿一下感覺一下 有沒有覺得它美麗啊 人家很正好不好 現在是我們的當偶像 很正就不會不敢上鏡頭啊 你們覺得很輕 很輕 對不對 但是我剛才以為它是Buffet 大家都會覺得Buffet 但你看Buffet沒有這三圈 沒有這三圈這個 裡面一樣是有那個溝槽沒錯 但外面沒有這三圈 然後當然沒有Logo 所以這個 我也不知道那個Tom Twosky 他是怎麼伸出來這個貝爾 總之他就是送了一個這樣的東西給我 好 那這個樂器大概的特徵都講完了 接下來我們就請專家試錘 我來錘了 你要不要順便介紹一下你的新術圈 這術圈我蠻喜歡的 布波子 你這樣他會不會傷心啊 他一定超傷心的 國產術圈 那既然就術圈的錘錘一併講吧 那個貓是不 在那邊 好我去哪 那個雞 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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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好吹的耶 不是聲音蠻好聽的 但對這個樂器來說主力有點大 有點吹不動 你有吹過嗎 沒有 等一下再來介紹這個忘了裝軟木的那個吹嘴 好先吹吹看這個樂器 來 那個拉一點跑掉 剛剛把這個東西怎麼好像沒有貼了 非常輕鬆 好吹對不對 剛剛看起來有點不習慣 但是現在知道了 那個點在哪裡 怎麼講呢 它很輕鬆很好吹 所以呢 我用了比我想像的需要多的力氣去吹 就是太沖塌了 剛才把它沖爆 對 這是我不好 那音準呢 那音準的話 它的 很低對不對 這樣我會覺得 這個就很窄 我會覺得下節有點偏高 收拉附近 但是最低的B跟發低很多 最低的B跟發低很多 都是每個法式樂器的方法 尤其是那個年代 因為這是舊 舊時代的樂器 鐵樹底舊的其實也還好 我覺得 鐵樹底就全都高 應該是說全都不止 就是樂道高 他的音準 他的音準都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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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米希我一點點不成 真的都有點高 還OK 我現在只是覺得 他的 上下管的 上下節奏 不太一樣 所以我沒有辦法 用 同樣的力氣 把它從頭撐到尾 然後 一般來講說 我在吹樂器的時候 幾乎嘴巴 口腔 什麼氣都不動 就是一股力量 從頭到尾 然後他的聲音應該都會 在一個 還蠻穩定的範圍裡面 但這一把 沒有 他有的地方 而不是因為 他 與其講說 他主力不是很平均 還不如講他有的地方 真的太好吹 所以就照你 照你剛剛講的 你上管 上管主力比較輕 下管主力比較大 對不對 沒錯 然後呢 你可能需要 像我就必須要 因為他 管境很開 所以我就像你說 聲音會比較散一點 或是什麼 那這樣不就是有點諷刺嗎 人家叫Sender Tone 結果出來是Sender Tone 可是你去聽 Benny Goodman 他的錄音其實他並不是那種 非常非常集中的聲音 我覺得他 與其說他是 我覺得他是 比較大聲 比較寬的那樣的聲音 可是你想 他都是在最Contrato 你是 你聽他的錄音是他最Contrato的 那個音量 在錄的 那如果任何的 你說他說 這支Combo的話 可能又是另外一種 對啊 比如說我現在用Buffet的 或是用什麼 比較暗的那種 像R13那類的 或是用Sender Tone 或是用Sender Tone 我如果要砍一個Contrato 我後面是佔70個人的樂團 我要砍出去 我一定會 聲音會有點尖銳 會有點 不知道 你要這麼大聲 至少我一定要用一個很大的音量 去跟人家對討 那每一個樂器到那麼大的音量 要去做的時候 你其實很難真的把它做這麼好 所以我才會覺得 那個John Monassi 他吹那個Contrato 應該麥克風就在他前面 不然可能會聽不到 不然那聲音柔到 我覺得是 那個錄音 我覺得聲音是柔到 幾乎是不可之心 可是你如果看 LICE的一些Contrato的影片 他其實也是這樣 他也沒有特別裝什麼 他做得很前面 他做得很前面 對啊 而且我們現在講的是 幫他伴奏是歐洲的樂團 他們會比較客氣 他們非常精緻 除了法國 好啦 那個 我一直講法國 那個常進人 剛剛覺得聽起來怎麼樣 常進人也是發派 不是好像說 你聽這個樂器的聲音 聽起來怎麼樣 沒有人真聽 他也是發派 我知道 他現在屁股裡也有耳聞牆 不用理他 沒有就說話 沒有就成 沒有就說 你就說我沒有 你就說 不行會連我一起噴到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我要讓他 真的很堅持通的話 我可能吹法會稍微 一點點改變 也就是說 會把口腔縮得比我平時 還要小 更窄更窄更窄 然後我甚至 會 因為他裡面管制很大 所以我裡面口腔縮做的 會很有限 太窄的管座 你氣本來送不過去 所以我會怎麼做呢 我就會用另外一種 另外一派的做法 就是說 那你嘴巴咬比較緊 你就靠你嘴巴咬緊 讓竹片跟吹嘴距離變小 那這樣子 理論上 主力跟壓力都會變小 就回來了 對 所以你就可能要 稍微 稍微 公演感 因為我自己也愛做調整 所以我可能 剛剛又做得太過分了 再回來一點的話 還可以 就是 有一點點塞了吧 這樣吹就有點塞 對 那大家剛好 跟Selma最新的樂器 比較一下 感覺是什麼 實際聽就知道了 Ris Bounce Ris Bounce 同一個力量我都可以做到 Ris Bounce 差很多 那這個其實 也不是說辦不到 就是說我可能 一直以來習慣了 所以稍微 在嘴巴上面要增加一點壓力 或者會不會是因為說 你等一下可以吹下 那顆透明的吹嘴 會不會可能 也跟那顆吹嘴有關係 因為那顆吹嘴 我覺得算是窄的 它的呼音區很乾淨 可是因為它的開得很大 所以就會出現偏高的問題 要不然它的呼音區算是非常乾淨 而且你就看它剛剛這個地方 它這邊這麼小 這麼窄 但是它沒有什麼 沙沙沙聲 但是呢 很奇怪喔 全按著C就非常的窄 甚至連上面這邊都感覺到那個增動 因為它這邊實在太多氣出不來 所以它這邊蓋得到 下節真的蠻塞的 拉、收、法、米 真的比較塞 還有我覺得 我現在想起來 它另外一個特徵就是 我在猜它可能是為了好維護的關係 它把呼音的這些 全部都換成軟木的墊子了 我覺得這個很聰明的做法 其實我 你會喜歡這樣就對了 我會喜歡 反正反射好 乾淨排氣量非常平均 這樣我就覺得 而且以湯普拉斯基這種的人 他應該是那種很多很厲害的那種維修 維修師才對 對 我覺得 他如果在馬里蘭DC的話 我覺得他很有可能給 Mark Jacobi Mark Jacobi 你之前就是有講過 就是一個 反正他自己也是吹樹敵 神任等級 對對對 我們好像某一集有講過這個 美東的人都給他修 我們也老是 那我覺得有可能 因為這把樂器 因為他是說 他已經算是調好的狀況 買出來 所以我剛吹到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覺得 不難吹 蠻好吹的 另外就是說 我一直沒有吹很大聲 所以說不定這個樂器 在真的吹很大聲的時候 是另外一個狀態 對麥克風的麥克風的情況 會這樣 對麥克風的麥克風的麥克風 是不是ok的 其實是可以吹很大聲的 對麥克風的麥克風 因為我在假如 如果用那種 還是像B-14一樣 比較大一點的吹吹 來吹的話 他真的可以尬到非常非常大聲 真的好 還ok啦 對麥克風的麥克風 所以他用這個 他用這個 你看這樣灌爆的時候 他其實沒有太大的問題 你像Poocci會說 他覺得這個很好 也可能是因為你在軍樂隊裡面 他就是要這樣幹對不對 你必須要一直硬幹 一直這樣嘎 對啊 我覺得也是 那加上很多人 其實用Sender tone 是拿來吹很爵士的東西 他們還有另外一個model 突然忘了叫什麼 Sender tone嗎 不是不是 Sender tone 他們很多 B-Band也是用10S 他們還有一個 真的是爵士專用的 也叫做什麼tone 那個今天我們的CM專家 連懂沒來了 風詩tone 風詩tone 我查到 我可能寫在留言底下 我就突然想不起來 是把很好的樂器 高音呢 我覺得其實過了 就是他Occissimo的那個 聲音其實也還蠻好吹 剛剛ok啊 就是大聲吹的時候 我剛剛在很大聲吹的時候 我才發現原來這個 樂器真的完全震動的時候 才很好聽 對對對 正好試一下這個 附贈的吹嘴 這法國吹嘴嗎 我不知道他什麼牌子 因為那個上面那個字母 真的太潦潮了 真的沒辦法 很可怕的吹嘴 法國沒那麼糟啦 同事你在講的話 不是不是不是 法國朋友如果 法國朋友如果 不小心看到這一集 千萬不要生氣 他看法就這麼 就這麼單純 沒錯 所以法國朋友看到這個 真的不要生氣 先 先把體溫計 從你屁股裡拔出來 他們在台灣怎麼可能 是這樣量啊 我怎麼知道 你管人家怎麼量 脖子 也不是不可能啊 試試看 試試看 唉唷 不行啊 對不對很難吹對不對 吹下去的自己感覺就不好 術圈太爛了 哈哈哈哈 真的不是不是 我在家裡我就這樣 你看 幻仔吹嘴的問題 所有的東西就放大了 你看到 我剛剛在沙沙的聲音 不是 你聽那個音質 如果你現在全部都是很尖銳的聲音 對不對 可是你會聽到有的放大很多 就是說 你會有一個弧音曲 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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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是因為它太好吹 所以我真的是覺得這個蓋子 你可能要請那個新小琴 或是誰 稍微再看一下 太高了 就可以稍微把它弄小一點 而且可能維修師傅也會覺得 對這邊用軟木 會有點意見 我覺得台灣的師傅他們比較不喜歡這樣做 好啦這根吹嘴既然這麼爛 那個換一個就好 某位許姓指揮如果想要 想要找吹嘴的話便宜 便宜無法賣給你好了 便宜無法賣4500 你說美金嗎 對 這個吹嘴是圖笨笨的 那它做的這個是 用工業橡皮把它 替換軟木的設計 塞的還蠻緊的 然後我剛才自己也有偷試過 我覺得音質還不錯 但是搭配這個樂器以後 主力好像有點大 所以我可能沒辦法用給我愛的黃片 這就是我覺得奇怪的一點 那這個樂器到底是主力大還是主力小 因為它很好吹 它真的很好吹 可是為什麼 你等一下那個 那個場外的場景的人 可以試試看就知道 它其實真的很卡 它不能來碰這個牌子的樂器 它可以 它是場景 它是場景的人可以在外面偷吹 它可以去吹45 或是225 你可以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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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走路喔 來來來 夾到這麼緊 OK啦 滿好聽的聲音 對啊 可是這樣就變成不得不法的 聲音還蠻得勢的 聲音是得勢的聲音 還會喜歡的 可是你會吹不動嗎 我剛剛吹我真的吹不動耶 讚讚的 你剛剛有聽到 我覺得是我很掙扎嗎 對啊 我昨天是往下放了一點 可以喔 嗯 不過的確變得有點不亮不暗的感覺 不亮不暗的 對啊 還OK 好 好 那個吹嘴不錯 還不錯 這束圈呢也是 我們一個朋友 國產的 束圈跟脖子都國產的 叫做圖一 欸 胡脖子 哲心樂法 哲心樂法 哲心樂法的胡脖子 威力廢之 就是室內樂集的圖一心是弄吹嘴的 對 不要搞混 鑽心樂法的那個是胡脖子 我順便講一下 就是 欸 你要不要講一下 為什麼要用工業橡皮 取代於軟木 我還是不要講 當然有幾個 是最 那就不說 商業疾病 商業疾病不要講 你們自己去問圖根本 對 其實我倒想講的是 剛才那個束圈 那個 你知道本教裡面 有一個口味上挑剔的人 的高層 叫做光明什麼死的 他對配備非常非常的挑剔 不是左吧 當然不是啊 左是你啊 人在現場我們就不需要馬賽克了嗎 不是頭髮 這麼白 是更白的那個吧 對對對 好 他對束圈非常 你看他對配備都非常非常的講究挑剔 但他連他試了這個 胡脖子的這個新版的束圈 他都大拇指說讚 你就知道這顆束圈多了不起 所以胡脖子 你在聽的話 那個幼死承諾 要跟你買一千個 沒有沒有我覺得重要的 不是 不在於 我們家幼死當然買幾個 是在於告訴 跟大家說 要怎麼樣才能買到這束圈 我覺得比較重要 連絡胡脖子 或是私訊body 好像不錯 然後就我所知那個 那個在西門町裡面 某一家樂器行好像也擺了幾顆的樣子 黃文森在展 沒有那個名字 人家就叫做黃文森樂法 對 文森工法 我糟糕了 對不起 你說你也睡 沒怎麼睡 好啦 那就這樣 好 總之今天就是一把 介紹一把很傳奇的樂器 Centertone 我們這一集就到這裡 告一段落 OK 拜拜 謝謝大家 下一集想聽什麼 記得要留言 然後訂閱 然後那個什麼 要留言 就留一些 你覺得你看到 幹話也可以 對 或是你沒看過的樂器 你就叫他 他就去買 他就去買 沒問題 好 謝謝大家 拜拜